中南部疫情开始缓降幼儿莫德纳疫苗估7月中下旬开打 国内18日本土COVID-19确诊病例新增5.3万例 中南部疫情开始缓降 各县市确诊病例都在8000例以内 但中重症达402例 其中181人死亡 儿童重症增2例 分别为孝吼及肺炎 儿童重症累计61例 试用6个月至5岁的莫德纳幼儿进行疫苗 17日获得紧急使用授权EUA 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下周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 ACIP将拟定接种计划 最快7月到或中下旬开打 民进党北台执政三县市布局 林志坚角色斥重兼顾陶竹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领军的选举对策委员会18日开会 一致同意建议征召立伟蔡适应参选基隆市长 新竹市长林志坚参选桃园市长 新竹市副市长沈慧宏参选新竹市长 选对会的建议将送22日举行的中职会讨论决定 林志坚在竹市八年政绩出色 将是11月9合一选战的明星及候选人 绿营高层人士表示 林志坚在接近新竹地区的桃南区域好感度高 未来将有助于带动整体桃竹选区 上海石化厂爆炸起火民众指控 封城刺身灾害 中国石油化工的子公司上海石化 18日清晨发生重大公安事件 厂内已二纯 一居装置区发生爆炸 火蛇与浓烟在三公里外清晰可见 官方宣布造成一死一伤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表示 事故安全风险可控 网络社群随后出现质疑声浪 认为这是上海封城引发的次生灾害 上海此前因为COVID-19疫情封城两个月 许多工厂被迫关闭 解封后又开足马力赶工生产 目前全球EG供过于球 相关厂商纷纷减产因应 法人预期这事件对市场影响有限 联合国 习近平执政以来逃离中国 求庇护人数屡创新高 据联合国难民署 UNHCR公布的数据 2021年将近12万中国人 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 比2020年增加近一成 出走潮的趋势没有因 全球疫情而减缓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2年主政以来 申请政治庇护逃离中国的 公民人数屡创新高 凸显习近平当家 中共对公民的压迫与日剧增 据报道 即使异议人士寻求庇护逃离中国 他们还是有可能被北京当局派人 抓捕或在压力下反国 使他们无法完全免于恐惧 拜登 若不遏止俄国侵略 恐制中国胆敢进犯台湾 美国总统拜登在美联社专访中表示 如果不阻止俄罗斯继续深入欧洲大陆 欧洲可能出现混乱 且可能使中国有胆子接管台湾 抱持核无野心的北韩也将更具侵略性 近日中俄军舰在日本周边海域航行 日本防卫省17日公布 海上自卫队16到17日接连确认 中国与俄罗斯海军多艘舰艇 在日本北海到外海航行 防卫省认为中俄舰艇动向频繁 正持续警戒监视 比特币跌破2万美元创2020年12月以来最低价 各国央行调升基准利率之际 投资人将资金撤离风险较高的资产 导致虚拟货币比特币跌幅扩大 18日跌破2万美元 创下18个月以来最低价位 比特币今年累计跌幅大约59% 它的竞争对手以太币累计下跌73% 投资人放弃风险性资产之际 Coinbase Global Gemini和BlockFi等加密货币交易公司表示 他们将裁员数千人 英法西热浪来袭刷新高温记录 俄国减工天然气能源吃紧 法国和英国17日的酷热天气刷新高温记录 西班牙则奋力铺就迫使数百人离家逃难的森林火灾 正如科学家警告 在气候变迁下 热浪来袭较以往强烈且时间提前 提早到来的热浪让用电量大增 推升天然气基准价格 俄罗斯持续减少透过北溪一号管线供应到欧洲的天然气 使供给远不及需求 引发欧洲今年入冬后天然气除量不足的隐忧 一是优孩童出现长新冠研究提醒过敏病史 及过重儿当心后遗症 国内疫情未歇 儿童重症个案仍缓步攀升 儿童感染COVID-19后恐留下后遗症 引发医界担忧 儿童在染疫期间的严重程度 也可能影响后遗症发生几率 以下莫斯科研究显示 四分之一住过院的染疫孩童几乎都有后遗症问题 有过敏病史和过胖孩童更是高风险族群 父母应留意警讯症状 一份英国研究则指出 与先前其他变异株相较 感染Omicron变异病毒株的患者出现 长新冠后遗症的可能性较低 杰弗瑞萨克斯或唐奖永续发展奖 经济气候等跨领域研究造福世人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瑞萨克斯 或颁今年唐奖的永续发展奖 唐奖基金会肯定他在跨领域永续学 议题上的主导角色 包含气候变迁等 萨克斯表示 这50年来他持续关注永续发展议题 也有赖于在世界各处工作的经验 他亲眼目睹永续发展的可能性 以及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并呼吁全球在永续发展方面合作 达成这个世界的目标 国内仅存文面国宝林志妹 并是享松瘦100岁穿族服 迎唱古摇成绝响 全国仅存的台湾原住民文面登陆 保存者林志妹 I pay we long 18日并是花莲家中 享松瘦100岁 文面文史工作者田桂石感叹 这是最后一次送别文面齐老 对他来说是记录任务的结束 泰雅族泰鲁阁族 及赛德克族传统社会中 男生曾猎手女生会支部 就可获得文面资格 所代表的生命意义 仍被援助民族群 视为族群认同的重要表征 新北市府晚间表示 国宝阿玛川族服 迎唱赛德克传统歌谣的画面成绝响 他的慈祥乐观令人怀念 文化部长李永德文训后申表哀悼 将成请总统名令包扬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明天见